现在咱们讲一下 咱们这个机器会有一个简单的操作 就是说这个焦距的调整 首先打开机器 然后在电脑上 打开咱们机器的操作软件 这是咱们机器的一个操作软件的界面 然后选择这个标志 绘制文字 点击右键单击 然后把鼠标拉到咱们这个右侧空白处 右左键单击 这会出现TEXT这四个字 然后点鼠标选择远键上侧的这个H符号 右键左键单击 这是一个填充符号 一般现间局都在0.05左右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咱们这四个字就变成实心字了 一开始它是一个空心字 然后点击这个标志 放置到圆点 之后 点击软件下侧的 红光 点红光 然后咱们机器上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红光外框 把咱们 一个很薄的金属片放在这个红光 红光外框下侧 然后把红光停止 在软件的红光后侧会有一个连续加工选择 选择好以后 然后点击标客 点了标客以后 咱们这个机器就在标客 标客但是它这个焦距不对 咱就需要上下调整 上下调整这个摇臂 摇臂是上下调整的 找到合适的位置 找到合适的位置之后 然后咱们会听到这个激光雕刻的这种 金属的雕刻声音 这样就焦距基本正确 这样就算把焦距调整完成